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缅甸期间 对于缅甸总统吴登胜和反对派领袖 昂山素季所做的努力 分别表示了赞扬 前面的路将有巨大的挑战 而且还会有人抵制改革 不过对于缅甸改革的进程 不可逆转这一点 我充满信心 然而维权团体表示 缅甸北部克勤邦持续发生的 反叛冲突 导致千万民众流离失所 西部的若开邦过去一年里 呈现出族群之间的冲突 所有这些都对总体上的改革 构成了威胁 若开邦的佛教徒和两个穆斯林团体 继无国籍的罗辛亚和科门人之间的 暴力冲突 已经导致至少170人丧生 另有至少10万人被迫暂居难民营 难民当中大多是穆斯林 罗伯森是人权观察 负责亚洲事务的副主任 他说 在牵扯到少数族裔占多数的 那些邦的问题上 有很多的症结 比如说若开邦政府的失误 以及对科亲人持续展开的暴力和处罚 这些都被其他少数族裔解读为 形势并不是一片大好 之前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曾经在竞选的过程当中 将解决缅甸的足以冲突作为一个首要任务 他当选了议员之后 批评人士指责他并没有站出来为罗辛亚人说话 罗辛亚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受打压的少数族群之一 有一些分析人说 昂山素季目前的做法 恐怕是要讨好缅甸人口当中 占多数的佛教人口 缅甸的佛教徒大多将罗辛亚人看作是非法移民 罗辛亚人来自孟加拉国 但是他们在缅甸居留已经有好几代了 昂山素季在这个问题上错过了一些机会 我看他现在已经被他的政治上的雄心 或者说是红图给束缚住了 他想在2015年赢得全国大选 因此不想得罪选票最多的那些族群 但现实的情况是 那些侵权行为确实非常严重 必须要予以证实 另一方面 缅甸政府对反对铜矿开采的抗议人士进行了镇压 似乎也在表明 缅甸政府在民众有权 对之前的军政府达成的协议 进行抗议这一点上也在开倒车 这个铜矿是中方投资的项目 塞拉可可是YGA资本的总监 他说 在我看来 假如外国投资人来这儿投资的方式不当的话 那会引起很多反弹 缅甸邻国的一些投资方到这里来 已经有这样的经历 他们在基础设施的投标 自然资源的开发 水电站等开发领域 被给予了非常大的空间和优势 感觉可以随手拿来 很遗憾的是 他们做得有点过了 缅甸总统吴登胜委派昂山素季负责调查 有争议的 由中方出资的铜矿开发项目 迄今为止 吴登胜和昂山素季 这两位先前的对手 尚能在一起合作 这或许为缅甸的民主 开辟了道路 各方都希望缅甸的前途 越来越光明 在继续中间 店铁 旅店铁 房价子 店铁 店铁 店铁